就是这部小黄被民众投诉 在云林当会敲主杠 做声音从台中做到云林 还被当地的小黄司机拍下来 执出他真是害群之马 一般来说云林高铁外 小黄司机一步进一步 规规矩矩的排班 而且这些排班小黄是合约计程车 也都是跳表收费 但这部从台中来的小黄 先是违规着高铁外围揽客 还对民众狮子大开口 真的没有车了 在前面又那么多人 想说老人家都站这么久了 然后又走这么累了 就是不要让他那么等待了 事情是发生在一位许先生的身上 他带着妈妈和长辈到云林湖围赏花灯 散场的时候好不容易招到这台计程车 但小黄司机对他们说 要以人头计费 借到抖六一个人要五百元 而且满六个人才要开车 但许先生一群只有五个人 自己要求再补两百元给我 我才能开车 短短15公里 高达两千七百元的车资 被狠狠敲了主杠 他是开蛮快的 对 应该是说他还想再绕回来 再转几次 他是有这么讲 为了转灯会才 金人车趁火打劫 不仅同意痛批 也伤了云林的形象 接下来我们宾 云林报道 也许先生会在这边